Hello 我是学良 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Caseo G-Shock GMW-B5000 那我相信很多Caseo的爱好者 都会非常期待这款万表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是Caseo G-Shock 35周年 推出非常多的精彩表款 那其中最值得期待就是这款万表 为什么呢 因为它向35年前第一款G-Shock致敬 那所有的设计风格都回归到原点 那但是呢在它的材质技术呢 在它的技术所有的硬体规格呢 也全面升级 那包含几个细节 我们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厉害 首先呢它的造型的设计呢 都是回归到最1983年最早的 这个设计的概念 但是呢在材质上呢 这一次采用了全金属的布的方式来打造 那你可以看到表壳链带呢 都是用这个金属的 那金属跟树脂 当然就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档次 给人一种这个所谓的大人的味道 整个质感更加的提升 但是它设计的细节呢 却这个还原最早的一些设计元素 譬如说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采用的是金属链带 可是这个中间这圆形的坑槽呢 其实都是像最早的 这个树脂的表带做致敬 那另外它的表壳的部分呢 正方形的表壳带有八角的表框 非常有辨识度 远远就可以看出你戴的是 这个最经典的G-Shock 好那但是呢 这一次呢 它在一些细节上面 它有一些技术上面提升 首先第一个是它的表壳 金属表壳之中呢 它增加了束脂的这个防撞的电圈 因此呢 它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耐冲击性 那另外在表尔这个表酸的部分 它也是用了束脂的套筒 因此即使是你有一些拉扯 或者是一些冲击 它也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防护效果 好 那它表壳的部分呢 跟最早的这个DW5000比起来 它放大了一些 那它的尺寸是在 这个宽度的部分是43.2毫米 那上下表的这个长度的距离呢 则是49.3毫米 厚度呢 是13毫米 比之前又稍微薄了一点 舒适性上面又 佩戴舒适性也稍微更加提升 那它的荧幕呢 它采用的是全新的 这个自动LED的背光 你可以看到它对比的效果 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STN液晶荧幕 整个效果其实都还蛮好的 那它的右上角 它这边有一个LED的按键 如果你在光源比较不足的地方 你可以稍微按压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它提供一个非常亮的 这个白光的底色 让你可以很容易的去做判读 跟一般我们常见的绿光比起来 真的亮度是有差的 那它的功能的部分呢 它具有很多最先进的功能 包含它具有蓝牙 六局电波 那以及太阳能 在这个主荧幕的外围 你可以看到这个像砖块的 这个图纹的部分 就是它的 这个太阳能的接收板 因此平常你只要正常佩戴 它都可以提供 这个源源不绝的电力 好蓝牙的部分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它总共有两种 这个跟蓝牙连线的方式 如果你点击右下角这个按键 轻按一下它就会快速的连接 那快速连接的结果就是 第一个它会记录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第二个它会校正你现在所在的时间 第二段在左下角的部分 这个部分如果你长按的话 它就会跟手机做蓝牙的配对 那它就可以做一些设定 这部分我们等一下再看 那左下角这个是它的主选单 现在我们在这个主荧幕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10分秒 再加上星期跟日期 那如果你按压第一下呢 它就会来到了世界时区 第二段呢是闹铃的设定 第三段呢是计时马表 右下角呢是启动停止 那左上角是归零 好这是计时马表部分 再按一下呢会来到了这个倒数计时 好再按一下就会回到主选单 这是它主要的功能操作 好那刚才讲到蓝牙 蓝牙的部分呢 当然你要先手机要先下载这个APP 这个APP叫做这个Caseo Connected Caseo Connected G-Shock Connected这个APP 好那连线的部分呢 你首先你要按压左下角这个按钮 长按 好你听到嗶嗶两声之后呢 就它就会就连线完成了 好那来到主选单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几个选项 包含了世界时区 它总共可以设定五个世界时区 而且可以跟世界时区 跟主要时间可以做交换 那第二个呢 则是它的Time and Place 就会记录你所经过的各个世界的地图 的地点 那最后呢你还可以设计 设定它的闹铃 设定它的计时码表 以及它的新的功能Reminder 那Reminder是什么呢 Reminder其实就是 它会提醒你最近有什么重要的功能 的事件 你可以先做设定 那时间到它就会提醒你 好 OK 好回到主选单 那到左上角呢 它你知道轻按呢 它就会显示呢 只要轻按它就会显示你的 这个设定的事件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设定的一个Test 就是说如果你有什么重要的考试呢 它就时间到它就会提醒你 这是在它的Reminder的部分 那另外这一次它还是具有 之前就有的功能 比如说手机寻找的功能 这次也依然延续 好 那电波的电波实际 它有六局电波 那它的设定方式是右下角 如果你长按的话呢 它就会出现 它就会去抓这个所在地的电波 但是因为我现在所在 是在室内 所以可能比较不容易抓到电波 那这个部分 这个功能大概是 简单示范给大家看一下而已 好 OK 那总而言之呢 它的功能上面呢 就具有所有Caseo这几年的 一些技术功能的极大层 那但是呢 却具有非常经典的 最早G-Shock的 这个造型风格 设计风貌 那今年总共有五款 全新的G-Shock GMW B5000 那首先呢 其中最受瞩目的 其实就是我手上这两款 那左边这一款呢 它是这个银色的金属的表壳 那它定价是在台币15000 这是B5000D的部分 那另外呢 这个更奢华的这一款呢 黄金的B5000呢 它则是采用了IP技术 电镀了这个黄金的表壳 那因此可能看起来更加的华丽 这是B5000TFG的部分 那它的定价稍微高一点点 是在台币是18000 那它是采用限量 不过它并不是数量限量 而是生产限量 所以它只会生产第一批 之后就不会再有了 那这两款呢 目前它到货的日期呢 大概会在4月底5月初 那所以呢 如果对卡西欧呢 非常有爱的朋友呢 千万不要错过 它的上市日期 因为等待了35年 总算又有一款 真正回归到最原点的 这个G-Shock 那收藏那么多G-Shock 当然这一款 这个35周年 别具意义的款式呢 应该更不容错过 这是卡西欧G-Shock 最新推出的 GMW-B5000系列 推荐给大家 这个G-Shock